馬卡龍的外型多變像曾經進駐台北蜂蜜一時的La Duhay 這一款是國外才買得到的特別款 還有這一家是因應節慶總有特殊的圖樣 現在則有家甜點店一次將20個馬卡龍堆疊成塔 到底怎麼做成了?我們來看看 將烤好的塔皮擦上百香果果醬 再抹上預先拌好的Muslim Cream 用Muslim奶油的原因是說 如果它的水分太多的話馬卡龍很容易收藏會爛掉 那Muslim是卡斯塔跟奶油餡 所以它比較不容易有水分 接著就要慢慢擺放上馬卡龍 老闆說通常會用上四種口味 像這天就有研製花檸檬、開心果黑醋莉、屏東巧克力 以及黑醋莉玫瑰 然後在每個縫隙中極限裝飾 再擺放上藍莓、草莓 最後點綴上金箔 這一個超漂亮的皇冠馬卡龍塔 八吋賣1220元價位應該算合理 畢竟馬卡龍原本售價就高 但是講到要怎麼切這個甜塔 好像就有點難度 可能要順著馬卡龍的牌列縫隙下手 但是老闆說也有人會先將馬卡龍吃掉 再吃底下的塔 還有還有一旁灑落得很誇張的玫瑰花瓣 僅供擺設參考 不附在甜塔裡面喔 動新聞 你不要再灑花轉圈圈了 報導